3号强风讯号验证生效 彩虹已经增强为台风 集结在香港沿南大约360公里 越来越向西北偏西移动 时速大约22公里 而向广东西部一带 天文台预计 需要改发8号列风讯号的机会不大 彩虹逐步接近本港 下午的天气明显转差 市区的风力逐渐增强 多区都有爪雨 海面有涌浪 全湾全景为一个露天停车场 有树干在强风之下截断 压中了几部私家车 无人受伤 这对准身人专程由日本 来香港拍婚纱照 没想到会遇上台风 也有在四川来的旅客说 第一次遇到台风 海边来感受一下风的力量 有首歌是听海哭的声音 过来听风听海 有市民就去到来岛那里玩 强烈热带风暴彩虹 下午增强为台风 继续移向广东西部 按照目前的预测路径 彩虹会在午夜至明天凌晨时分 最接近本港 他会在香港的西南 大约是300公里左右附近的地方 略过 除非彩虹是采取一个较为 偏北的路径 又或者显著增强 预料本港普遍不会吹裂风 所以需要改发白豪 裂风 或暴风讯号的机会是不大 天文台预计 未来两天的天气 会有蜜云和狂风大骤雨 到下星期二至星期三 天气才会逐步好转 机管局发言人就说 受台风影响 明天的航班会重新偏配 提醒旅客出发之前 先向航空公司或机管局查询 无线电视记者陈兆恒报导 我们的记者尼君雅 现在在中环码头那里 外面的天气情况是怎样 如果以中环来说 在过几小时之前开始 都会下跌跌 现在相对来说 比刚才已经稳定一些 但这里的风势不断增强 在沙漠强风讯号之下 多条街道的航班已经暂停了 提提大家 还有几条来往中环战来到的航班 暂时大致是维持正常的 市民就要留意着 最新的交通改道情况 我在这里的报道是这么多 先将时间交回到新闻播